娱乐中心综合报道疯狂小杨哥日前卖香港月 遭踢报式根本不是来自香港 组合图翻射自威 中国网红疯狂小杨哥拥有上亿粉丝追踪 近来不断翻车 各种争议冒出 先是被曝已婚状态下 腿旗下女主播默默许子新 后来又有卖假货的法 以及女徒底区老板陪税公司高层的留言 如又有一名直播主跳出来爆料 直指收到公司高的电话要求做伪证 结果直播到一半被封号 下网友直呼公司到底多有力 小杨哥先前找曾志同台卖香港美成月饼 然而在香港根本没有该私的门市 遭质疑是假香港品牌 后来合肥高薪市场监督管理局 今发出情况通报 表示近日观到网上三只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卖香港月饼 一对三只洋网络科技公司在直播中涉嫌误导 费者等行为 现已立案调查 将根据调查结果一 一归处理 李小纳开直播室出录音档 图翻设自微博 如今此事件有新的发展 一名三只洋旗下员工李小纳开直播 播出一段录音档表示自己被三只洋的工作人员要求假扮 月饼品牌方实则是刚签约的公司主播 后来出事后被要求作伪证承担责任 并且要否认自己是三只洋主播 至于假冒香港品牌的部分 还要说是自己太紧张说错话 更夸张的是李小纳目前不敢下楼 楼下有三四个人监视 李小纳被公司打电话要求作伪证 图翻设自微 目前该录音档要上微博热搜 其他网友纷纷留 三只洋在安徽真的一手遮天吗 黑社会吗 还蹲 加楼下监视 放心吧 上热搜了 热搜能保命不怕 爆料就爆料 这个我都能证明 直播里大部分品方都是三只洋公司人扮演的 为什么我知道 因我们公司之前和他们商务团合作 就有品牌方 否到现场这个事情 品牌方没人过去 三只洋内大把扮演的角色 而且都有直播台本 什么说错 那都是剧本 李小纳之前半月并品牌方 实则是私直播主 图翻设字 图翻设字 微博 微博 迫